记者王杰台南报道,台南警方取缔一件毒品案,陈姓男子的包包内除了K他命运一里面外,还有约十多颗的不明药丸,这个药丸是小精灵枣型,起初陈南辩称是糖果,但警方不相信,将药丸用试剂初步检验后,发现有二级,三级毒品反应,怀疑这是新兴的摇偷丸枣型,陈南最后辩称, 这是因为鬼越应景,有朋友无偿分给他吃,还不晓得效果如何,警方目前正在追查毒品上游,陈南与一群朋友倒被警方拦查,并在现场发现K毒雨一里面,不过当时都没有人愿意承认持有毒品,最后陈南才坦诚自己吃毒,但始终不愿承认小精灵是毒品,向警方公称是朋友给他的糖果, 但警方认为,这个小精灵实在不像市面上的糖果,且每颗小精灵都用加链带分袋装好,怀疑毒品的可能性很大,经过初步筛检,小精灵含有二级毒品与三级毒品成分,尤其二级毒品测试反应显著,让警方认为这是摇偷丸的新造型, 经出谁,厌尿后,陈南才坦诚小精灵是毒品,是朋友在鬼月推出的新毒给他尝鲜,不过他还没吃过,也不知道效果如何,目前警方还未查到类似造型的毒品,不过呼吁要小心类似糖果的不明药丸,目前警方正在追溯毒品上游。